那麼習近平呢 也像馬前中來說 熱誠的邀請台灣同胞 多來大陸走一走 樂見大陸民眾 多去祖國寶島看一看 那麼現在當然 我們可以看到 在雙方旅遊的部分 航空業者就說 台灣設下的障礙不少 不能夠迴避責任 那包機旅遊限制 應該盡速來撤除 也希望陸委會 不要陷入誰 先開放這樣的一個執念 在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但大兩岸關係研究 張五月就說了 習近平向內部降低了 武統聲音也推測 馬錫會未來將會常態化 那在這一次當然呢 是大家都非常關注的 根據官媒新華社 在這個大陸官媒部分 也特別有發了通稿 表示習近平在會中 也針對了花蓮地區 來表達了慰問 同時強調從中華民族 長遠發展把握 兩岸關係大局 也希望呢 家裡人事先接觸交流 同時也表示 樂見大家多看看 多走走 馬歇會 喊見連兩碗登上央視的頭條 人民日報更是連三天 都是頭版式的報導 並且評論 習近平為當前兩岸關係 注入了穩定性 還有正能量 請教委員 我沒那麼樂觀 我認為習近平在做救火的動作 他想要力挽狂瀾 因為大陸很清楚啊 九二共識在台灣的市場基礎 已經在快速流失當中 不要說民進黨根本就否定 九二共識 民眾黨也不支持九二共識啊 還有一個更經典的 連國民黨自己也不談九二共識啊 這是觀察得到的事情啊 也就是九二共識 在台灣的選舉市場上面打不開啊 不信你到麥寮去選舉選鄉長 你講九二共識有的投給你票嗎 不會有嘛 那你縣市長更不會有人提啦 連總統的時候都不太提九二共識啊 那個侯友宜也是過個場就不再提啦 為什麼 提這沒有選票 那因為國民黨就現在已經演化成一個 民主的一個選舉的政客集團 所以你要他講一個沒有 沒有這個市場行銷力量的九二共識 他基本上沒有太大意義啊 可相對的不一樣 民進黨是一個意識形態的台獨革命政黨 他們靠意識形態作為凝聚各種不同意見派系 敵對力量的基礎 這個共同的基礎就是 台灣終有一天要走向台灣獨立這樣的一個 宗教式的情懷 而這種宗教式的情懷在賴清德身上是更 絕對是比蔡英文來得更加的經典 所以這個我只能說 馬英九是台灣九二共識最後一個教宗 沒有啦 以後也不會有啦 因為真的看不到有其他人會借這個九二共識的球 這個所以習近平當然力挽狂瀾啊 為什麼相對於九二共識就習近平的政策和平統一 大陸上有人現在講和平統一嗎 沒有啊 以前講和平統一那些學者都現在沒有人敢講啊 在網路上都被罵慘了 現在大陸的民意普遍的就是要無力統一 沒有人講這個和平統一 所以我可以半開玩笑 習近平主席是帝蘇感蘭芝 跟馬英九相互取暖 因為兩岸和平統一的路線 在大陸上也持續在崩盤當中啊 這也是看得到的 因為最早期台灣是反共 然後大陸是反美 那現在台灣是親美又反中 然後大陸是什麼 已經從反獨 已經發展到反台了 對啊 所以我經常喜歡提那個復旦大學 那個陳永明的審議教授 我講的不是學術上有意見領袖 他說跟台灣講道理有用的話 兩岸關係不會走到今天 他的道理台灣聽不懂 台灣的道理他們不能接受 這個就沒辦法 因為意識形態紅鍋差距太大 那習近平兩岸和平統一的這種和統路線 他自己知不知道已經陷入困境 他當然知道 因為和平統一的路線跟九二共識的路線 是相容的 是一對染色體 這個才有接軌的空間 那如果九二共識崩塌了和平統一自然失去的基礎 最後解決台灣問題只有無力統一嘛 那無力統一也涉及到中美關係 涉及中美關係就更複雜 所以無力統一根本目前動彈不得 動彈不得就任憑台灣走向台獨 然後大陸喊著要武力統一 然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會坐在什麼 熱鍋上當螞蟻 會兩邊都擠怎麼辦 所以習近平主動邀請馬英九 就想要穩定這個九二共識跟兩岸和平統一的路線 止跌回升 但我看得到會止跌 但不會回升 沒有看到任何回升的一個跡象 這個馬英九辦公室只問消息什麼 回來就是抱怨一件事情 他說國民黨好像沒有人回應 這個九二共 這一場喜馬會或馬熙會 真的沒有啊 你要叫他怎麼回應 因為烏魚蛋湯也不是他們吃的 馬英九他們也沒喝啊 對不對 為什麼 就講這個對他選舉有幫助嗎 問這個問題沒有 所以沒有回應 所以沒有辦法回應 林葛怎麼樣 林葛就當作一件事情這樣讓他過去 讓這個新聞熱潮幾天都過去 習近平主席那一邊 因為他畢竟是現任的國家領導人 所以當然他會整個上上下政策 希望能夠貫注下去 挽救和平統一路線 可是和平統一路線 台灣沒有九個公司 和平統一路線就是掛在牆上的一個 單獨的一個鬧鐘啊 敲不搶 所以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困境 可是習近平主席這樣力挽狂瀾 會不會有作用 我不知道 有待觀察 但我知道他做最後的努力 也是他對台灣递出的感男子 那我認為他是最後一個 會對台灣递出感男子的大陸領導人 下一個不會有了 也不有人這麼做 為什麼 辛苦 而且不一定會有成果 賭注很大 那不一定會有大陸的人民的掌聲 你說大陸有人會對這個 所謂兩岸和平統一的路線給鼓掌嗎 那主張兩岸和平統一以前 經常在罵武統的那些學者都躲起來了 就是這個徵兆要去注意到 所以我是覺得 推測有馬席位兩次 席馬位三次 現在已經不是重點了 所以比如張五月 說想要降低這個大陸內部 武統的聲音 沒辦法降低 因為這跟台灣互動有關 跟中美互動有關 但是至少可以止跌 會不會回升 不知道 那比如說航空AIDS 當然期待會不會開放啊 對不對 不要忘記這件事情 賴清德他們這些台獨人士 他們跟一般的政客集團不一樣 他論的台獨是一種宗教 注意到 你如果不去觀察這個現象 台獨是一種宗教 是一種信仰 而且他頒出了幾段論 他說台灣要有民主自由人權的基礎 必須台灣主權獨立 就是沒有台獨 你不可能有民主自由人權 這個論述是他們的精神基礎 對 還有三件事要做 對對 洗敵人心啊 好 等等 就洗腦嘛 就洗腦 那第二根重要 他們在推動就是說 台灣人不是中國人 然後台灣跟大陸互不隸屬 然後最後形成台灣民主 不等於中華民族 所以你這邊在講中華民族 他可以講台灣民族 所以這個就是等於是基同鴨角 這是一個意識形態的戰線 那國民黨在這裡是落實 國民黨一直沒有辦法提出一個 可以跟民進黨對抗的一個意識形態 不要講國民黨不行 共產黨也不行啊 對 所以意識形態的戰艦 這樣無法去相互說服 或者是做溝通融合 最後就是走向戰爭決定勝負嘛 那戰爭會不會發生 不會發生 所以過程會很長 風險會很大 因為什麼 因為要打一場台海戰爭 不是純粹軍事問題 會涉及到國際局勢的問題 那習近平主席站在他的位階上 當然考慮國際局勢優先嘛 那台灣問題就只能割在這個架構 以台灣不要有事為原則嘛 那這個呼應基本上也是美國目前採取的立場啊 美國這個應該這麼講 最近蘇利文講說 他們美國的目標是要確保台灣有事永不發生 台灣有事永不發生 這什麼意思 不是那個日本安倍晉三講台灣有事是台灣戰爭喔 日本人講台灣有事日本有事是台灣發生戰爭 日本會不會拖下水 那事實上會不會拖下水 不管你願不願意美國會把你拉下水 可是這個蘇利文講的台灣有事不是戰爭問題 第一個我的判斷啦 對不對大家可以參考 美國透過蘇利文嘴巴講的台灣有事是什麼 台灣不准有事 一事可以不准有 不准跟中國大陸統一 不准自己宣佈法理台灣獨立 也不准說外面去打一場台海戰爭 他美國認為他有這個自信 有這個能力要確保永遠不發生 不過講歸講啊對不對 他也曾經確保過什麼 俄烏戰爭不會發生 所以這個已經out of control 所以我是覺得 現在各方還在角力當中 但起碼會就是這個大局裡面的一個小花絮 我不認為我們需要把它 看得好像是一個很大的革命性的改變 我們就看看氣氛會不會因此改變 就可以很滿意了 是